大家好,2022年4月4日星期一 林鄭今早正式說了她不會競選連任 我聽了她的說法後 想第一時間跟大家說說她今早的說法和表現 其他關於整件事的總結稍後再拍另一條片 林鄭今早在11時原定抗疫記者會的時間 她就擔任匹馬出來 開場霸就是她已經決定不再競選連任了 也就是說去到6月30日她的特首任期就會結束了 到時也會結束了她40多年在政府的公職生涯 她的原因就說這個家庭原因 家人覺得她時間回家了 她考慮不做 她說沒有其他的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家人最優先的考慮 跟著她也提到在去年3月開兩會的時候 她已經把她這個議員 就是不準備連任這個議員 就告訴了給中央聽 中央就表示理解和尊重 她出來的說法大概是這樣 首先為什麼選擇今天去宣佈呢 因為她之前還說 昨天就說在適當時候就會宣佈 但是昨天不是適當時候 那今天為什麼適當的時候呢 林鄭自己的解釋就是說 因為她有了決定之後 她要向她的團隊 向行會的成員先說 那今天是特首報名的第一個工作天 所以她就要向她的團隊 向行會成員表達她這個議員 然後才出來跟公眾交代 她說就是這樣說 那為什麼今天 那我就覺得和4月4日兒童節 就應該是完全無關的 那她都應該不是為了我們下一代著想的 那我相信選擇今天是 所謂的政治倫理是有些關係 因為她上個星期五去深圳見了京官 知道了情況之後 那我覺得其實可能有關方面的政治倫理 就應該是你作為現任特首你要先辭職 然後才由你團隊裡面那些司長 那才可以 就是 辭職 表態去參選 這樣一步一步 而不是你都什麼都未表示 那你突然間團隊 是不是好像她就說要舉手參選 那是不是有些作反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這樣的鋪排的 所以她出來之後 說不做之後 應該就很快就有人辭職參選 不過林鄭自己今天 見記者的時候說 她暫時是未收到任何人的辭職信 那至於林鄭那個的所謂 因為家人的理由 她就決定不敬續連任 我相信全香港都沒有人相信她 當然都包括我 我也是不相信 因為家人本來是一個很真的 真的會為了家人 我想很多人都會放棄一些事業上 諸如此類 家庭而優先 這是很對的 但是由林鄭說起來 就確實是沒有什麼說服力 因為家人優先 以家庭考慮 這個理由 香港人最少聽了她三次這樣說 最先由曾蔭權班子 即曾蔭權結束她第二個任期的時候 當時林鄭本來是發展局局長 一路都有個說法 梁振英是很看重她的 都想找她幫忙 因為在曾蔭權班子裡面來說 林鄭月娥算是民望相對高的局長 當時她是發展局局長 但是傳媒很多人問她的時候 當梁振英各族參選 傳媒問她的時候 林鄭都是沒有表達的 經常說法就是以家庭優先 要回家了 要去照顧家人 當時用了一個家人原因 其後 大家後來看到她成為了梁振英的政務司司長 當她做梁振英的政務司司長 也都是任期差不多到的時候 也都有人問過 當時公開問她是否會參選特首 最先她也是說她家人優先 家人要她回家了 所以她就不會去各族特首 但結果發生什麼事 大家也看到她出來競逐 成為了特首 所以這次香港人 最少是第三次聽到她說家人優先 你看回旺跡就是家人優先 家庭是唯一的考慮 但是在很重要的時刻 林鄭又會覺得可以先放下家人 遲些先回家 所以已經一而再 所以現在再用這個理由 就不算是一個令人覺得很有說服力的原因 當然整天都說 當不做的時候 家人拿出來 就會變成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方便的藉口 不過呢 雖然我不相信她是 自願去離開她這個崗位 不過有件事我又覺得 都不一定是說謊 就是她說三月的時候 上年三月開兩會的時候 已經向北京表態 就是說她不想再各族連任 我覺得這件事又未必是假的 因為你想想在她任來 搞出這麼大的風波出來 其實你稍稍有些自重 你都應該向你老闆提出 不如我走了 我走了 我覺得林鄭如果當時 即使她很想做 她向北京表達 就說她不連任了 讓北京可以 有機會去找另一個人 其實是一個相對 亦都叫做符合政治倫理的說法 對老闆來說沒那麼尷尬 雖然我覺得北京都不會尷尬 如果決定了不讓林鄭做 我相信北京不會很尷尬 但是對林鄭來說 就可以比較面子上 是比較容易過 所以這個 即是去年三月向北京提出過 選了兩會開會的時候 向中央提出這個 即是說我不敬續連任 我覺得這件事相對是可信的 這件事就以退為進 如果中央到時挽留她 她就留下 家庭優先又可以先放下 即是五年後才優先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這樣的鋪排 就多一點 事實上今天她出席這個記者會 記者的問題都相當客氣 可能問得太不客氣問題的記者 都未必再可以參加這些記者會 因為有幾條問題 如果你直接問她 我覺得你就可以再看到些 究竟她有幾自願 那個蛛絲麻跡 例如 其實 現在她就說 去年三月已經向北京提出了 她不拒絕連任了 但是在過去這個疫情 不要再說前一點 就是講這個疫情記者會 就是由二月開始的疫情記者會 過去這兩個月 經常多次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林鄭通常的答案就是 我現在除了抗疫 我什麼都沒有想 什麼都不想 但是你現在又說 你去年三月已經定了 就是不連任了 那是不是過去這兩個月 你跟香港人在說謊呢 你不停在記者會上就說謊呢 你說你沒有想 其實你定了 是不是 但是記者今天沒有這樣問她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一個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問 你林鄭經常表現到 怎樣 要為香港全心全意 又要做這樣又要做那樣 那現在抗疫 疫情呢 真是 遠遠未完結 第五波好像說放緩 但是現在每天你仍然見到 是有幾千人去感染的 那死亡的人數呢 每天都是 就是仍然是三位數字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又說 家庭優先 拍拍屁股就說要走 那留個爛灘子說要給下一手 其實會不會是有些不負責任呢 你之前 經常都說到 你幾為香港的 就算在抗疫記者會都不停地說 哇 大家可能有些抗疫疲勞 但是我沒有的 我還繼續很努力地在做 整天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這個行為 又會不會 表示你之前說的話 不是很真誠呢 是很不負責任呢 是不是 但是 大家當然 是明白的 其實很多大家都看到 在新聞版面經常有流露 很多的報紙的框框都說 林鄭在裡面 戰意極龍 是沒有人會感受到她不想連任 個個都很感受到她想連任 這個就是 這個政府官場 商界跟她很多共事接觸的人的觀感 也都包括政界 事實上今天記者會 我覺得有幾方面 也都流露了一些 她究竟是自願 還是不自願 離開她現在的崗位 在今天的記者會裡面 她不停地強調 那個感受 我今天出來 不是要說我的感受 不是要說我的總結 遲些如果有機會 就再說 其實我也不明白 如果你出來 就是宣佈你 那個不連任的決定 那為什麼不可以說感受 為什麼不是一個總結呢 但是她就是 語言不詳 是不想說的 最後有記者 其實當然每一條問題 都是衝 今天沒有人問疫情 每個人都是問她關於她宣佈 不連任的決定 然後有記者問到 你現在宣佈了不連任 接下來還有幾個月 會不會覺得 在抗疫上 或者政府其他工作 都可能很難指揮到下面做事 之類 她給了一個答案 其實她就 大家都不問疫情 那我完了 這個記者會 我不說了 突然間很 都叫做 是有些惡 這樣就說 結束記者會 你看看 那個標 前後呢 是20分鐘而已 出來了 四個字左右 跟以往 通常這些疫情 前方A者會 一開就開一個小時 明顯是短了 即是說她都 不是很想說 即是覺得 都 不是很想再滑繞這個話題 再跟大家去說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究竟她有 即是 如果她是很開心 很想 以家人優先 很想回家 到時候回家 和家人 共享天倫 有更多相處的時間 她的表現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大家是可以去想想 那 另外 我覺得 所以這件事 這個情況 都是很清楚的 另外一點 我覺得就是 她今天 因為這個離開 她多謝了很多人 多謝中央 當然第一個 然後她也逐個逐個 駐港機構去多謝 這個比較奇怪 很多的駐港機構 以往 多謝中央 基本上就代表了 但是她不是 她逐個逐個機構去多謝 然後 多謝 政府的同事 多謝 這個 多謝行會的團隊 但是 根據 她 她 KBEL就深水清 有線新聞的報道就說 咦 以往歷屆特首 都多謝香港人 在任期結束的時候 宣布不連任的時候 都多謝香港人 獨獨 林鄭今天 就沒有多謝香港人 為什麼呢 另外 林鄭今天的衣著 她選了穿紫色 紫色被認為是帝王之色 究竟 林鄭的心 是不是真的想 拜拜呢 不知道衣著 那裡會不會有些 蛛絲馬跡呢 大家覺得 其實今天這條片 我主要是說 她出來見記者的時候 她的說法 和我對她的一些觀察 但是整件事 林鄭終於下台了 我覺得對香港來說 都是一件 都是一件事 那究竟前因後果是怎樣 那個總結 回顧前瞻又是怎樣 這個意義又在哪裡 那我稍後 晚一點的時候 再拍另一條片 跟大家全面再說說 我怎樣看這件事 好 這一節就談到這裏 拜拜